与伟樂的 рок 再 overcome education 太多的委屈對誰講 一個人的凝望 兩顆心的相撞 做盲的走著 恍惚的忙着 只为有个气息的地方 天空中有了 三只想hält otra vez 心在一个大树上 飞上又飞下 一只红色的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 我看不清 我� top profound його 多希望像 鸟尾一样 有自由的生活 你尽管嘰嘰嘆 惹得我耳朵批诈 什么不能说 什么又可说 生活就是一碗烈 跟谁吃地味的更重要 要想和我生下 天空中有那三只小鸟 窃息在一个大树上 飞上又飞下 一只红色的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 我看不清模样 叽叽喳喳的是他的幸福吗 多希望想要为你一样 有自由的生活 叽叽喳喳的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 我看不清模样 叽叽喳喳的是他的幸福吗 多希望想要为你一样 有自由的生活 有自由的生活 我也是像一样 感到这个小鸟 大家应该好 我们永恦给你找一个胸袖 我想要在情 reflective的生活 给 ie相机 老公 这小鸟 开始 大敏 大家好 我要 DJ你的火 ikan 是哪 ное 你呢 还有两套 那你加油啊 马上喝点啊 那谁请客啊 你请客呗 你饱了快你不请客 不请客啊 来 说好了 说好了 别乱掉了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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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为了庆祝你试用期满 成为正式员工 哥姐给你庆祝 你今天必须多喝 这度应该我请你们的 你客气什么呀 大家都是兄弟 等有一天你发达了 你跑不了 是不是 对 一定的 我跟你们出去心里话 跟你们相处这段时间 我心里面是特别的高兴 你们对我的照顾 我是一辈子都不会忘 说这干嘛呢 来 我敬你们一杯 来来来来来 开门啊 问你个事吧 你问 你有女朋友吗 有嘛 有吗 有没有 有没有 反正今天 能不提这个吗 为什么不提啊 我们都说 说 Azure 這点有 没说过 不愿意提干嘛呢 喝酒 喝酒喝酒 喝酒來来来 文女士 我再说一遍 我真的不知道凯迪在哪儿 凯迪是因为你离开家的 她一定跟你有联系 你就告诉我她在哪儿 你就告诉我她在哪儿行吗 我不知道 我怎么告诉您啊 你知道 你肯定知道 苏姐 以前是我们家对不住你 我们反对凯迪跟你在一起 这个你拿着 就算是我们给你的补偿 你告诉我 我求求你了 你这是干什么 怎么 你嫌少吗 好 那你收个数 只要你能告诉我我儿子在哪儿 多少钱我都给你 你把我当什么人 你就告诉我她在哪儿行吗 文娜 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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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什么 我要找凯迪 可她不告诉我凯迪在哪儿 她怎么知道凯迪在什么地方呢 她要是不知道凯迪在哪儿 那还有谁知道凯迪在哪儿呢 老爱 你是她的老板 让她告诉你凯迪在哪儿 她要是不告诉你 你就把她给辞掉 越说越不像话了 我不管 我什么也不在乎 我只想要我儿子 董事长 你别为难 我自己辞职 苏姐 我受够了 不管到什么地方 我都离不开黄凯迪 我是真的不想再跟她 有任何的关系了 你还没有告诉我 我儿子在哪儿呢 伯母 您别激动了 太过分了 派言 居然跑到公司去闹他 还连人发指的 在光贴画日之下拿钱欺负你 这简直彰显了他们爆发户 特有的低级气质 不过 侯妈 您也别生气 她这么做 只能降低她自己的身份 话也不能这么说 其实我能理解她 她也是真找不着儿子 心里着急 侯妈 要我说 你凭这么辞职啊 你就应该 大义里人 昂首挺胸在敌人的眼皮底下 勇敢地毅力下去 这样把咱们气得 人样麻烦 她能凸显出你的英雄粉色 别扯了 还英雄本色呢 我现在就是谈黄凯蒂色变 我是再也不想被他们家人 这么无羞耻 无理智 无节操地折磨了 只要能远离他们 干什么都行 侯妈 你辞职我是支持的 但是我觉得 你不能让他们怎么白白给欺负 吃吧你 你真是太过分了 还跑到公司去呢 你就没想到老爱和爱丽吗 你这么做给人添了多少麻烦 真是胡闹 我就是不放心儿子呢 别再责怪了 凯蒂现在没消息 文娜的着急是情有可原的 不过文娜 苏简 的确是不知道凯蒂的下落 就算凯蒂离开了公司 我想 他们私下一定是有联系的 所以 我是急得也没有办法嘛 伯母啊 您先别着急 这两天我已经安排公司的人 到处打听凯蒂哥的下落了 我想啊 凯蒂哥既然有了 在我们公司工作的经验 应该是会找同类型的公司 面试工作的 对吧 艾丽说得对 我们回去马上来找手安排 找一下跟我们同类的公关公司 只要有了凯蒂的消息 我马上就通知你们 老爱呀 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帮我打听啊 丢不了 你敢欺负苏姐 也不看看是谁后马 等姐我给你点颜色看看 还要感觉 我怎么给你别忘了 然后再来 找到太多标准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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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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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啊啊啊 把这调料给我 这韭菜花给我带着没有啊 我那醋呢 还有蒜泥什么的呢 你这是干吗呢 看不出来吗 我吃火锅呢 你别在这儿瞎胡闹 出去 请我出去啊 那可不行 我后妈苏姐失业了 我们家现在没有经济来源了 我现在没地儿吃饭 我只能跟我们家这几个宠物 在你们公司待下去了 今儿呢是头一顿 麻烦您一会儿把饭钱给我接 你这孩子 奶奶 你在这儿干吗呢 后妈 我替你讨公道呢 我不能让你白给人欺负了呀 有些人公报私仇 那我们就得以牙还牙 奶奶别胡闹 给我出去 我不出去 苏姐 你现在可以去办离职手续了 都别看了 合适工作 艾丽小姐 让我后妈离职可以呀 你敢不敢给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啊 周大帝 你给我出来 孔妈 给我站好 你干什么呀刚才 我干什么啦 有什么不对吗 当然不对啦 你看见他们反应了吗 我飞这么大劲跑到这儿来 就是为了告诉艾丽 你不是这么好欺负的 这是我的事跟你没关系 我不需要你帮忙 我不帮你 谁帮你 你不是想辞职吗 现在我帮你不是刚好辞职了吗 我不需要你帮我出头 你根本就不是怕艾丽 你就是怕他们说 你有我这么大一闺女 你这是胡搅蛮缠 我哪说这个意思了 我怎么胡搅蛮缠 是不是 不是 你是不是怕他们说 好好好 我怕别人说 我不是你后妈行了吧 不是就不是我们各国各家 回这回 苏姐啊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好好考虑一下 毕竟这个工作非常地适合你 不了 董事长 我已经决定了 限定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我离开公司 也是不想再给您添加麻烦了 毕竟我的身份太特殊了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还是我没照顾好你啊 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我对不起你妈妈 您千万别这么说 这是我们年轻的事情 跟你们俩没关系 艾叔叔 我走了 好 好 太不懂事了 她怎么能说辞职就辞职了呢 所以啊 我才说了她两句 结果倒好 人家大小姐又耍脾气了 我是一腔热血为她好 结果人家还不领情 你就该跟她发挥脾气 以后她就知道情中了 要我说 这坎一哥家人也真是 走哪儿都躲开 可跟她发完脾气 自己心里比她还难受 其实我后妈已经够烦的了 我这又给她添乱了 你可别这么说 该道歉的是她 要说我姐也有不对 不管怎么着 她也应该领你的情啊 不管怎么说 我这做后妈的 不该跟孩子这样 可是我现在 又开始想我后妈了 你说她要真不理我了 我该怎么办呀 其实和后妈生气是小事儿 后妈失业是大事儿 我不能光给后妈添乱 不给后妈解忧啊 后妈 我要让你知道 代代啊 是最关心你的人 这假的欺人太胜了 简直出了这事儿也 别别别别 别别别 这孩子也不跟我说一声 气死我了 快快快快 坐下坐下坐下 来 喝口水喝口水 你说你急什么呢 我确实怕你着急 才来看你的 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呢 谁想到苏简这孩子 还真没告诉你 你不过脑子呀 我要知道 我还不得找你去啊 我就说苏简子 怎么能受了这种气 看把你气的 你放心 已经有人替苏简 打包不平了 谁呀 代代啊 代代 这小丫头 冲到我的公司 那是大闹一场 是吗 代代 去你们公司了 不光是去我公司 那口口声声地说 你们欺负我后妈 我要在你们公司 吃 在你们公司住 我这太太 这孩子性格我喜欢 像我 依依啊 苏简那事 算了 不怪你 简直要辞职 我有什么办法 我就盼着她呀 离这皇家 远远的 甭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这黄老林还没消息吗 没有 哪都找了 没这人 你听我的 代代 我姐 她早就不生你的气了 现在的问题是 她的工作又没了 她现在心情不好 她现在心情不好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 苏大 这回啊 我得给你姐找一个 永远都不会失业的工作 永远都不会失业 那都没记住含量啊 我们得做一个局 那我得好好想想这事 好 没有这个人 是啊 我已经把所有能够联系到的公司 都打听过一遍了 就是没有凯迪哥的消息 凯迪一定是出事了 老黄 咱们的儿子一定是出事了 不行 我得去找 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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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苏大 怎么样了 真的 你都弄好了 那地方怎么样啊 千万别为了省钱 效果最重要 行 你就别问我了 你往夸张立稿啊 拜拜 就我看啊 潮哥 这就有什么意思啊 来都来了 就唱两首呗 不是心情不好吗 猴两嗓子 切得不顺 人我给你们带来了啊 好妈 你们 老周 你们何起火来骗我 玩呗 好妈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那天去公司闹事 是我不好 我已经彻底意识到了 事态的严重后果 并且利用这几天的时间 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给你添乱找麻烦了 再也不无力取闹 自作辱张了 你千万别不理我好不好 好不好 哎呀 好不好 好不好嘛 好 这臭丫头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 后妈最好了 我猜不变得无法 只配合你到晚 在慌张之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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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跟我来 我带着梦幻的期待 我带着梦幻的期待 是为了安爱的情怀 在义不辉和敌人时 在慌张之意的时候 在义不辩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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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妮妮姐 不好意思 我走错房间了 这是那个 妮妮姐 今儿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你们俩继续 我 我 我 艾丽雅 凯迪这孩子真是没有福气 你说你这么好 可疼 好了 先别说这些了 你血压这么高 来 我先去把降降药 尼富达给你拿来 伯母 您不要多想了 这单心忧虑 对身体最不好了 我知道 可是凯迪这会儿 在哪儿呢 我已经给凯迪哥发了信息 告诉他您生病了 我想他要是能看到的话 一定会回来的 真的 当然呢 凯迪哥是您的儿子 他心里头对您一定很惦记的 艾丽雅 你听听门宁响了 快看看是不是凯迪回来了 您先躺好 快看看 你这家啥关系啊 走吧 妈 妈 我很想念您 我现在很好 请您放心 您血压高 要注意保证身体 我很惦记您 给您寄了一些尼富达的酱鸭药 记得还是吃凯迪 没事 老超 你今儿唱得真不错 超水平发挥啊 是啊 周一啊 真没想到 您那当医生的医院水平还这么高 没想到的事多了 我都不爱跟你们聊 我当初我是学校合唱队的 你们知道吧 我都曾经想报过音乐专业 真的假的 你要真唱歌好 怎么又学医了呢 对啊 有才华的人做选择很难啊 是啊 我当初呢 是这么想的 我说我两个专业 要不都报考呢 咱都报考都录取了 我也去不了啊 你少来 我说我还是学医吧 学医了以后 你业余时间可以唱歌 我就能成为大夫里边 唱歌最好的 但是我要学了音乐了呢 我不一定能成为 歌手里边最好的大夫 于是我学医了 听这个 听这个太能吹了这个 不过爸 你说的这些 我真的都没听你说过呀 你的意思是说 因为您当初的一个选择 咱们国家呢 损失了一个医术高明的好歌唱家 但是却多了一个 颇具歌唱家水准的好医生 也可以这么说 不说真的 我真觉得周医生的专业 还真选对了 至少毕业之后 专业能对口啊 哪像我 你知道我学的什么 艺术设计 结果好吗 我一毕业 上杂志社成了一卖广告的 后来呢又成了个公关人才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我妈 其实我觉得 不管你是登广告的 还是做公关的 我觉得你都是最棒的 没错 我觉得带带这个说得准确 你的能力大家有无共同 你只要想干什么 就一定能做好 好什么呀 我现在不还是被扫地出门 成了午夜游民一个 不能这么说去 你这辞职的事又不怨你 就是 还不都是黄凯迪他们一家闹的 像你这么水平一流 能力超强 吃苦耐劳 人见人爱的人 你这还抽找不到地方工作呀 对 说得好 就是这个意思 小苏 这样 我给你兜个底 你即便找不着工作 我诊所里边 永远给你留一个位置 去你诊所 嗯 这个注意好呀 我怎么没想到啊 好什么好 我说我学的是艺术设计 我去他们诊所搞艺术去 我又不学艺的 不是 不让你当大夫 诊所里边也不都是大夫 有个管理的位置 你敢不许 啊 啊 啊什么啊呀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 那个 同意的举手 同意 全票通过 哦 你们仨商量好的吧 哦 妈 哦 妈 我跟我爸都高举着双手 欢迎你能拿到诊所工作 你呢就赶紧过来开工吧 真许诊所呀 对 我还有双脚 我现在抬不起来 吃这个 妈 有件事情 我想跟你说一声 何事 是 关于我工作的事 工作的事 你工作不挺好的吗 妈 我说了你不许生气啊 其实 我已经辞职一段时间了 辞职一段时间了 嗯 因为什么呀 那个就不提了 反正呢 我已经找到一份 新的工作了 挺好的 这两天就能去上班了 而且我工作的地方 离苏达的店特别近 是吗 嗯 剑子 你干嘛不直接说 你去周医生那儿工作 不就行了吗 绕那么大圈干什么呀 妈你 苏达 妈 你又出卖我 谁出卖你了 我没有 那妈怎么 别赖你弟 妈 从你辞职那天开始 我就知道了 玩戏眼 怎么着 妈比你沉得住气了 妈 每次跟你都知都有 都那么没成就感 没劲 你去周医生那儿工作 妈放心 好好干不就行了吗 嗯 听见没有 好好工作 别想别的 吃你吧你 别倒 吃饭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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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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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艾丽啊 最近 有没有凯迪的消息啊 不急 我就是想问问 好 那你帮伯母 好好地打听打听啊 有了消息 马上告诉我 好 一天到晚的你就知道摆了你个破花儿 儿子到现在也没有消息 你怎么就不知道招个急呢 招急管什么用啊 是他自己不想见咱们 我看啊 找他也是多余 等哪天他想回家了 自然就回来了 那你告诉我 他什么时候回来 该回来的时候就回来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心里有火 我给我自己叫点火 还不行呢 小苏啊 明天我要去韩国开个研讨会 这两天诊所还有这个货 就交给你了 你就放心吧 这两天诊所还有这个货 诊所的业务流程呢 我已经了解了 我保证一定用心经营 只可能做得更好 好 至于这个小屁孩呢 我紧张让着他 听见没有 你自觉一点 爸爸不在的这几天呢 你得好好学习 不免贪玩 放心吧 爸 你不在那前啊 我保证 我替你疼后吧 好 来 干杯 祝爸爸一路顺风 好 谢谢啊 辛苦 好 我给你加了一件厚衣服 天凉的时候你记得穿啊 小苏啊 再给你交代一下啊 带来每天是六点方学院 每周加两次课 周三加一堂英语课 周五是定期加课 每周一呢 给老师写通讯录 每两周一次测验 对不对 记得比我还净多 那是 孩子的时候我是当妈的 能不记清楚吗 这孩子不听话 你不能老让他 你该说说该管管 要行使你当妈的权利 就放心吧 她欺负不了我 那是 来 这你拿着 干吗呀 真把我当屎孩丫头了 还给我配钥匙啊 怎么叫屎孩丫头呢 这叫当家做主啊 行 陈总 苏姐 这没想到您和威尼先生走到了这一步 陈总您还好 别什么陈总不陈总 我现在一事无常 什么都没有了 您别灰心 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 再说了 您还有带带这么可爱的女儿呢 是 是 我心里永远有我这个女儿 可我女儿心里只有你这个后半 您可别这么说 就我对这孩子的了解吧 在她心里 这母亲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她很需要个母亲 所以这不 刚好就遇见我了吗 我不瞒您说 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是在扮演一个后妈 可后来跟这孩子接触多了 了解多了 我还真就 找到点当妈的感觉了 我跟你说 她嘴上说不喜欢你 然后老惹您生气 跟您对着干 那是她变着法子 在跟您撒娇呢 真的 她就是想找回 找回 找回她成长过程中 缺失那份母爱 对 对 是 我确实没有做一个好的妈妈 她心里怎么怨我 怎么怪我 我都能接受 但我是她妈 我希望她好 我希望她能有一个好的未来 起码 别像我现在这样是 一输入成果 所以她应该把她的时间和精力 都用在学习上 不应该谈恋爱 更不应该跟那个叫 苏达 对 叫苏达 那一个发型师谈什么恋爱 你知道吗 因为我都急死了 代代的学习呢 您不用担心 每个月的测试成绩 我都关注的 她的成绩很稳定 一直在年纪的前几位呢 至于您说的那个苏达 那 那是我弟弟 你弟弟 那是我后妈的儿子 那是我后妈的儿子 我们俩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弟 您别想多 苏达跟代代她们俩没谈恋爱 她们就是闺蜜 闺蜜 是代代跟你说她们在谈恋爱吧 她故意气你呢 这孩子就这样 你越不让她干什么吧 她越跟你对着干 真的 喂 小苏啊 对 我已经到了 刚入住 下午的会 我现在去吃点东西 对对对 我会照顾好自己 放心吧 再见 赵医生 我 我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真是一口不能吃啊 温小姐 我一直以为 你是到国外拍广告去了 没想到你跑这儿整形了 你说你条件这么好 干吗遭这份罪呢 我这不叫整形 我这叫定期修复 定期修复 那就是说你原来就是 周医生 干我们这行呢 那在脸上动几道 那是很正常的事 不过你放心啊 我呢只是微调 就动了那么一点点 缝两针的事 你知道的 我底子好 那是那是 我一会儿啊还有一会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 好 我们在这儿慢慢休息 好 那咱回头聊 妈 你先坐 我接个电话 来 东风诊所 就我知道 好嘞好嘞 谢谢你啊 拜拜 苏姐 这是今天的预约单 好 对了 你得跟他们说 这段时间周医生不在 预约的话得改时间 要是他们不介意的话 可以约别的医生 好 我知道了 苏姐 我明天想请个假 干吗呀 同学过生日 同学过生日要请一天假呀 她在外地 男同学吧 行了 去吧 后天准时上班啊 好 谢谢苏姐 妈 你先坐 我接个电话 喂 那份文件我收到了 行了 我会及时答复的 好 拜拜 小姐子 我说你这个领导 我当得有模有样的呀 那当然啊 我答应过老周 他不在的时候 我得帮他好好打理生意 可不得认真点 老周 这周医生什么时候 在你嘴里变成老周了 是啊 什么时候改的 你不说我还真没觉得 那那我收来问问吧 你跟这老周 你们俩人发展到什么程度 什么程度 妈 你觉得呢 我决定想回避我这个问题 我问你你就正面回答啊 怎么呢 你想逼宫啊 我还就是要逼宫 就是要问问你 你怎么打算的嘛 不是 你说你前两年 你谈那个黄凯迪 那臭小子 他又不图的钱 不图的力的 他来谈去谈最后怎么样啊 岁数也拖大了 俩人也散了 妈 你好好提他干吗呀 你跟老周在一起 你就是要为自己打算打算 老周这人不错 稳重 体面 而且他有跟你要结婚 那个意思 可是你自己想好没想好啊 你要不要心甘情愿的 你家这么一个带着孩子 又比你大这么多岁的男人 你今后日子 这几十年 你俩人共同生活 要面对好多问题 想好了吗 妈 我知道你疼我 你说的这些 我都想过 其实 我跟老周的感情 是从代代开始的 从他第一次见面叫我后妈 一直到现在就没改口过 被叫了那么久 我倒还真挺享受的 有时候我在想 就真的特别像我小时候 是上天 派了你这样一个天使一样的妈妈 到我的家 让我的生命从此完整了 现在该换我做天使了 我也要去守护代代这个没妈的孩子 那你这个天使 你想好了吗 你今后你要照顾代代一辈子 我一定能照顾好他的 谢谢 谢谢 我问自己是否忘记了初衷 我问自己是否忘记了初衷 当疲憊起始内心的时候 未有你点燃黑暗中的烛光 当天风渐渐吹起的时候 也请不吝点赞 盛门热中的热门 青春的弧弦 变成沧桑的脸 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 我站着一棵树 为你遮挡风雨 直到不知 模糊了我的视线 当青春的弧弦 变成沧桑的脸 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 我站着一棵树 为你遮挡风雨 直到不知 模糊了我的视线 当秋风渐渐吹起的时候 拥抱着 迎接另一个眼睹 为你遮挡儿权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